太皇太后 罪成斗胆 求太皇太后舅舅 罪成义族啊 太皇太后 您大师大辈 救救罪成义族啊 太皇太后 罪成斗胆 求太皇太后 救罪成义族啊 李燕 乃是罪臣毒子 罪臣教子无妨 罗德鹤 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怨不得 恨不得 但我一族老少 实属无辜啊 这谋逆之罪 实在是不敢当啊 追陈 不 孙儿 愿以一己之命 保孙儿一族勾结存活 求太皇太后 也向天套生义德 开尽口 向皇帝敬言 开尽口 Scale 敬言 我 不 然后 你们 可能 后面 之后 尽管 我 不知道 太后太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臣带来了极案章程 请圣上裁决 陛下 太子犯下大错 李燕恐有教唆之嫌 李燕已死 忠王一族亦当伏法 但念太子曾与国有功 望陛下从轻发落 太皇太后驾到 我看你 都起来吧 个个都低着头 是谁都认不出来了 谢太皇太后 皇祖母 有事通传便是 为什么要亲自来呢 陛下 老身 这一来是为了讨他一个人情 皇祖母 您这是在为难朕呢 你且听我说完 再看看为难还是不为难 请说 请陛下 夺中王 世袭之恩 朝查家产 中王的四族三代以内 从今往后不可以 禁朝未官 既然 皇祖母开口吧 朕肯定会给皇祖母一个人情 那李承燕呢 皇祖母 李承燕 深夜带兵 宫入前清门 与师父篡位 又有刺杀先太子 私吞祝佛用童 和毒害西州九公主 嫁祸于翼王三岸 我豊朝 绝对容不下这样一个 狼子野心的太子 念在无耳 念在无耳 丢个权势 此一杯针灸 葬 宗祠之外 真没想到啊 这太皇太后 竟不顾念中王一脉是自己的母家 将中王府连根拔起了 太皇太后厉害啊 三句话便定了乾坤 啊 什么意思 李燕和太子所犯的罪行 若是判得重些 超灭九族都是应当的 太皇太后所言 看似重罚 实在不过是 夺了中王一脉官路而已 没有一人丢了性命 这就好比是自家的小儿 在外面打了人 别人找上门来理论 此时你若是上去打上两个巴掌 痛骂一顿 别人还好意思再上去踹两脚吗 哦 原来如此 阿哥 你这是话里话外编排我呢 还是坤儿看得透 我只是想不明白 陛下宁可放过中王 却不肯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六条活路 爹啊 您怎么还心疼起李承叶来了 他要是死了 那不是大快人心 父亲这是感叹 皇上的心狠啊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陛下 陛下 你怎么回来 朕听闻您今天回来之后就病了 所以过来看看 祖母啊 您千万别动气伤身 这样的话会坏了身子的 伤身 陛下 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知道 老生为何如此伤心呢 他们都是至亲的骨肉啊 为何如此的绝情啊 祖母啊 承叶 他走出第一步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 会有今天的结果 不 若朕不严惩他 以警效尤 那以后 皇子们就会学他 一有什么事 就会造反师父 那朕的江山 还会太平吗 老生何尝不知道 各朝各代的争斗是残酷的 但是你为什么认为 弱肉强食才能够成当大爷 于是你就放任这几位皇子之间 明正暗斗啊 这不是你做的吗 他们都是孩子 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啊 承叶 朕所以走到这一步 陛下你想过吗 这都是你挂出来的 是你教出来的 朕没有错 错的不是朕的方法 而是他 他的偏执之心 祖母 当一国之君 他必须行事端正 心怀天下 可是承叶 他偏离得太远了 陛下 承叶 固然偏执 但是 陛下封了他为太子 权力也是陛下您给的 您若是不想悲剧重演 你为什么还要执意 你 胜者伟大的法则的 你应该当立一个 性情温和的太子才是人 不是吗 祖母 你也累了 好好休息 后宫和前朝 终归是两个地方 终归是两个地方